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孙信号的一盘对局 这也是你谈自战解说 对 我这盘棋选择了仙人指路 在我的对局里面仙人指路会出现的比较多 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路开局 黑芳也是选择主体炮 主体炮 我走这个炮平五 黑锡向三进五 我马进三 黑芳这时候选择的就是居酒进一 以往可能我们大家可能看到更多的是 竹三进一的变化 对对对 以往竹三进一会出现的更多 特别是近年来竹三进一 应该是占据了这一类开局的90%吧 但是这个居酒进一呢 是一个比较老式变化 它的特点是战线比较漫长 能够将这个棋局呢 有黑芳的比较封闭 就是可以说给红方的这个 打开局面制造比较大的难度 对 红方可能以往常见就是 居平二亮居 对 以往出现的比较多是居平二 对 居八平二 居九平二过来捉 然后可能就马八进七 然后黑芳马二进四 对 就这样 泡芳平九 对 黑芳马八进九 红七 马七六 以往呢出现的比较多是 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是的 然后但是这次比赛这个 你当时也是改变了一个次序 对 对 对 就是没有选择这种 很常见的走法 我当时呢是希望这个 能够避开对手的这个 开局准备 这次各种赛呢 也是临时抽签 这一盘是这个八进次 当时呢我就是选择了这个 泡打中逐 泡五进次 相对来说会出现的少于 这个变化 黑芳十四进五 我这个时候选择了一个 马八进七 对 一般常见不都是 补个像什么吗 对 要不然这个七路线有问题 但是你赢着人的这个 三路炮 直接跳了个马 这个马八进七呢 可以说近年来 比较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 折法 以往呢是相七进五会多一些 这个变化呢 我自己之前呢 也是有一点准备 这次呢 因为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把它用出来 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对 黑芳呢 逐三进一 直接逐三进一充足了 但这个可能说 也是一种冒险的走法吧 对 我觉得孙先浩 这个也是浙江 非常优秀的一个起手嘛 他肯定也是 家庭作业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尤其在这种 非常流行的布局上面 那他怎么还会 敢于这个走这种冒险的招法 当时你怎么想呢 我觉得 就以往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可能我们看到更多的 就是黑芳马尔进四这种走法 推炮 然后黑芳就居久平六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布局方案 因为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很多企有的认知里 就是走足三进一是一个很冒险的棋 可能说给红芳有一些这个 弃子争夺这个局面空间的一些优势是吧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年轻小将 非常的锐气十足 就是他也不怕你这种小的 有些什么陷阱 对 当时其实这一招 其实走出来以后 给我临场也至少很大压力 因为这一招走出来 当时也是感觉到对手 在这开局当中 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准备 但是走到这里呢 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也只有选择弃子 我就走兵器进一 对 吃掉 然后黑芳肯定就 吃掉一个马 我在居居平 抓黑芳的八路炮 对 黑芳走马进四 先抢一步先手 但这个时候呢 我虽然这个拘二进七 可以直接吃回狮子 但这个肯定是我不太愿意 对 他马四进五八五进三 对对 这样我可以说被踩掉这个 七路兵以后 我的形势还会差一些 黑芳肯就会更加活跃 对 黑芳肯就会更加活跃 它有个合空码 有个相机码 这很厉害 所以你这个炮得躲 对 你这个炮实际上是躲了两步 一般我们老想着躲一步 因为你马四进五 就可以炮按住这个码 是不是躲一步 是不是更灵活一点 躲一步呢 这个时候黑芳 有一个这个拘一瓶 还是出去捉炮 对对 那我是不是要把你这个 或者是黑芳走这个 炮八进五也可以 真炮 那如果说这样炮八进五呢 红旗就不太愿意走马三退五了 因为马三退五 黑芳炮八进五要敲过来 换了 然后吃掉 红旗马五进七 黑芳在马八进七 红旗一桌 黑芳居居屏二 红旗这样弃子 在进行一个转换以后呢 还是没有吃回私子 而且之后的这个进攻的这个路线 也不是特别明确 但是我当时临场是选择 帮我推二这个棋 那如果推二也可以 像这样的棋 对也可以像这样 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走到 这个拘二进五 这个点当时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主要你可以平外兵 对可以抓死死炮 而且我这个拘二 而且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阻止黑芳无论是马四进五 马七一五都可以 有可以平到中间去压住 以后还有炮推到这个 还有炮五平八 也可以抓死黑芳的二路炮 是的 这个变化很多 就等于说你这边拘炮 这个孤立无援 而且我这个子力都控盘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炮五推一推二 还是有微妙的区别 对 还是这个地方 还是对黑芳的一些选择呢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局面 所以说你走了一个炮五推二 你的用意就是 不用担心人家炮八进五 对 这样就是不用担心炮八进五 是的 那黑芳炮八进五走不上 黑芳聚酒精英也走不上 对 聚酒精英也走不上 走到这个炮五平一打死军 那黑芳可能只能聚酒平八出来 对 按实战这样的走法 那赛后分析来看呢 黑芳这个时候可以先走 居于平二 先抢一步先手 先捉 这个时候如果红旗拘二进七 去吃回这个狮子 黑芳可以拘二进七吃掉红炮 红旗吃掉黑马 黑芳马四进五 那等于黑芳把子吃回来 但是子力更灵活了 把子那个放弃 对 而且这样虽然我能吃回一个子 但是黑芳的子力 一个非常活跃 而且以后呢 有很多攻击的手段 我这样先手很难以把握 这个炮三退一还有些气 对 马五进七 有很多点的可能性 是的 所以说 所以说他出居 可能对你 更有一些这个 更有一些威胁是吧 就追一瓶二 注意跑 这样呢我就可能 临场的可能只会选择逃跑 比如说我走泡二瓶九 泡二瓶九 黑芳他就可以泡二瓶七 他直接这么气子 对 这样就是让我吃回这个气子 那你只能吃回来了 对 黑芳可以再走这个马子进五步 这样就是气回一个子 但是这样自己的这个子力呢 比较活跃 虽然我是多冰啊 多两个冰 但是我的这个子力位置 明显不如黑芳这个七菊 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产吧 互有故技的一个局面 明白了 就是其实这个局面 有时候你吃一个子的时候 还是不能说把这个子力看得比重要 就是该放弃的时候要放弃 为了你其他的大子的灵活度 为了你全盘去考虑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部泡花瓶七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直接就把这个底马给气还回去 那这个当时呢 黑芳可能 他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计划 他觉得还是子力可能更重要 他总觉得这个 把这子力保住啊 所以他走着一个居酒瓶八 对 而且这一盘棋啊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其实当时在这一盘棋 我们之前赛前这个 来进行拆先的时候呢 其实是这个孙星浩大使 他是猜到了这个主动的选择权 但是他是选择了后手 他主动选择了后手 在这个淘汰制 一盘棋的淘汰制中 他主动地选择了后手 其实应该也是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策略 特殊的一些想法吧 他是就想后手给你顶合 应该 我看起来师傅有这样的策略 所以当时我其实在开局当中呢 其实选得比较积极 但没有想到 他其实比我下的还要积极 是的 他就希望来 可能是后手来进行一些反击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选择了 只能居二进五 等于说你现在又走居二进五 封锁住了他的左翼 那他现在就按时代 他居平二出居 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走法 对 要不然居也出不来 我BG平八 正好这样子一个打居 对 他在居二平三 他只能居二平三平五 这样亮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临场是走了这个居九进一 但是从这个赛后分析来看的这个时候 我应该走这个冰三进一 不用这么着急 其实可以先把这个冰给冲起来 当然我可以给自己以后 比如说居九平八 泡泡退一 留下更多选择的空间 是 而且万一你以后 还有人马三进四 马四进三的起 都有可能 对 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那我临场是走了居九进一 居九进一 他稍微是走得有点着急 是因为少一个子 当时有点急欲系 想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子给追回来 所以当时黑方好像也不太好走 对 黑方主要的他的左翼怎么解决 我们有点担心 他这个居马炮这一条线 当然从这个赛后的分析来看 黑棋可以走炮八进一 长一步炮 顶住鸿发的这个二路居一 以后有机会可以在居八进一 慢慢调整 慢慢争取解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居八进一在马八进七 万一还可以有冲七足的机会 来把自己的左翼来解决 对 包括如果说以后也有机会 也可以把这个七路组冲起来 因为如果现在冲起来 红七最简单就可以居二进一 对 就不让你这个炮八进一走上 实际呢 黑棋是选择了这个马四进五 对 他跳了一个马 直接出此来反击 我走冰三进一 他这个马没有好的线路啊 对 马五进四 你这居九平六还能捉他 这个马也没地走 他跳马的意思我明白了 他按时尚也就有道理的 他就把炮退回来嘛 这样子我以后我可以 八路炮走开来对居 对 这样一方面可以对居 而且以后呢 有可能在这个我的这个三路线 还有一些反击的一些机会 是的 这个时候呢 我选择了向三进五 但是从这个赛后来看呢 应该飞七路向会更好一些 这个时候一方面呢 是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右翼更加的厚实 减少一些黑方反击的可能性 同时自己的七路线也缺下 这个项的这个区别 对 我临常是走了这个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补这个项 黑七 逐七进一 那黑七现在就不能平炮队 来不及是吧 对 因为如果说现在 比如说平炮队呢 我可以简单地对掉锯以后 再平均抓炮 这边锯九平二 对 瞧瞧 再锯九平二 把抓炮再把这个子给吃回来 那可能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刚才气子吧 这个子还活 现在气子没有什么补偿 这个马 这个黑风 红方的阵型都特别好 客观来说 红方的站位还比黑方还好一些 对 因为黑方可能这样就没有办法 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时黑方构思了一个逐七进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黑方先足进一气兵 如果我这个时候选择吃掉呢 黑七可以走破亚平七对局 因为如果说这样对掉 黑方抢 打过来 这样子吃你足是先手 你锯九平二来不及吗 对 而且以后有这个 屈三进七来抓炮打马 能够这样我会 这边就是能吃回一个子 但是这边又会继续再丢一个子 我还是会丢一个子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没有这样选择 所以他其实这个气足也很巧 我觉得这个他这种想法设计 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还是蛮积极的 我这个把马跳了把炮退回来 当时在临场当中 也是给我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是的 每一招期其实当时都是 让我就是必须得称重地去决策 我后面走了 巨二进一抓马 抓马的话 然后我退三 对 然后退三回来 这样子想 他说先逃掉 同时这个是踩我的冰 也是一个先手 我吃掉 这个其他回马 他不正好把你这冰踩了吗 就给我们感觉 就是说我又踩你冰 又吃着你那个冰 你吃掉这个冰 我先把这个冰踩掉 如果踩掉冰呢 我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 举酒瓶漆 牵住黑方 因为之前是在自己的右边 牵住了黑方的军马炮 现在如果又可以在 黑方的这个 红帮在左翼 又可以牵住黑方的自力 因为黑方如果打军 那红帮可以简单通过瓶炮 这个你也不怕交换是吧 对 因为交换了以后 这边黑方就没有办法 来摆脱这样的牵制 对 这个炮本来是给居生了根的 这个炮八平七平六 都来不及走上 所以这个棋很巧妙 我觉得就主要等于说 双方就是说 一直在围绕这个冰族 本来是黑方多个字 但是其他者都出不来 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左翼 黑棋 大家临场地选择了这个 他又不能登这个了 对 他只能聚三 他实在聚三平四 聚三平四 我这个时候选择了这个 冰八平七 主动献冰 因为这个时候感觉 自己的这个气路线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是的 这有一部特别的 感觉很精妙的一部气冰 本来你是少一个子 然后你还把过后组 给气过去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可能就是在 大局观形式判断上 一个很重要的点 以往我的想法 给你冰冲下去 哪有这个冰八平七 又送一个冰的这个想法呢 所以说这个构思 非常的巧妙 那齐民朋友们 我们来一口 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局面 我们来思考一下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继续给您 讲解精彩的这个终极片段 好 齐民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观看政特这盘的 这个自战解说 好 齐鞠回到这里 我当时选择了 这个冰八平七 主动气冰 因为黑方这个时候 如果说吃掉红冰 肯定啊 我就思考这个 把你冰给吃掉 那我这个时候 可以走这个 居酒瓶七抓炮 而且黑方的这个以后 居马炮呢 可能就没有太好的机会 来摆脱这样的牵制了 对 我明白了 因为炮打出来 这个八路居就 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根 等于说 其实你一个气冰是假 你就希望那炮出来 然后呢 把它这边 左翼的这个 永远让它没办法脱离 对 对 对 同时来剃掉这个八路冰 希望以后 在八路线上 能够有机会 发动一些攻击 对 所以说 它这个炮反而 不敢把冰吃上来 它得为了自己 这个那边的这个 八路居有根 它不吃上来 它又想捉不炮 是吧 对 实际上它是捉了一炮 走了一步先手 就是这个捉炮 明明是捉炮 其实它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准备炮瓶七 因为这样一方面 对局一方面是打马 对 就把你这个码 让你三路码没根 对 就是这样 能够借一个线索 能够摆脱这样的签字 当时我就看到 这样一个问题 他就想了一个 这个局二瓶八 先把局掉过来 这是一个巧手 等于说你想 这样把它局对掉 那黑方的又一旧空门了 对 是这样 而且当时 因为当时我看到 其实当时也不太担心 黑方会炮三进三 敲掉我冰 这样 吃掉 我这个时候可以走 局九平七 黑七这个时候 因为抓炮嘛 黑方会炮 套三平二 正好吃你这个 对 对 对 但是前面呢 我也是有点担心 后面看到 一个可以局七进五 局七进五 正好不能吃炮 对 不能吃炮 吃炮呢 我可以局八进三 线一局叫江 线一江 正好马三进二登不了 只能马三进四 对 我这个时候 在局七平六叫三 总是利用这个中炮沙发 对 那它只能泡二平五了 对 对 我这样 再把局吃回来 那黑方局面 就没办法去挽回了 红方得回狮子了 这样就能把局吃回来 对 所以这有一个 非常巧的招 就是你要是把兵打了 我正好捉你 然后我这个局也出来了 而且那个中炮也利用上了 黑七当时就选择了 这个炮三退一 还是先检许自己 这个右翼底线空虚的问题 我就走局九平二 局九平二调过来 这两部席 我觉得走特别灵活 一个这个二路局过来 然后针对黑方的右翼 然后这个九路局 又正好局九平二调过来 继续对黑方的这个局码炮 进行一个牵制 所以说走到这里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 就是可能是黑方 这个吃这个子 还是他没有办法 整体上他没有分析好 当然也是因为是个快棋赛 他不太好防守 但是总归来想吃个子 让你又顺利过俩兵 然后位置又特别好 所以这盘棋 我觉得在布局 还是黑方 还是要好好地去考虑 反思一下 实际上走到这里 这个孙孝大师 走了这个炮八进五 对 因为是这个时候 是没有办法容忍 红方再走这个聚二进五 再继续压缩 黑方的空间 黑方的 只能炮八进五 压过来 其实下得也很积极 对 其实下得非常地顽强 在这个历史局员下 我走马三进四 黑方他这个时候 炮三进四 对 就再吃上来了 已经下得很积极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现在是牵制住我 加上以后 现在准备有一个 炮三平五的一个 从中路一个反击 这个时候当时我是感觉到 中路可能需要补一招起义 那这个时候如果补四入室呢 黑方有一个 G四平三 因为有一个炮打底下 在中炮 叫江抽居的一个器 对 所以你肯定得十六进五 对 我走十六进五 G四平三 我G八平七 这时候开始一个简化 对 也是不让他炮三平五 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简化呢 然后取得一些进攻的机会 那黑方只能进行一个交换 去西推 是的 这点只能回马了之类 马三进五 你G七进一桌马 你丢了 对 正好很巧 正好轮马三推四回来 这个时候我先走了一个 G七瓶六 希望有机会 一个是G六进三 还有那种马四进三 那肯定要马四进三 不让你G六进三 对 这个时候呢 我当时这个时候也是构思了一个 之前构思了一个G六进三 但后面感觉呢 因为当时时间大家 时间都所剩不多 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变化 走得简单一些 因为我走G六进三 当时也很难判断 黑方会怎么样应招 是的 你就索性还是走G六瓶七 G六瓶七 继续抓了一招马 黑方马三推四 后面我选择了这个马四进二 他走了一个G二推 是很顽强啊 准备砍你炮 吃你狙 对 先把我的这个子力 驱离这个位置 我走G七瓶四 淘开 然后他泡八瓶七 泡八瓶七 当时如果是走这个 泡八瓶九呢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 边三进一 你利用这个中炮了 就开始做文章了 可以马二进四 用马四进六挂脚 来偷吃黑方的八瓶举 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黑方 马四进三呢 我就可以马二进三 对 也是叫沙 也是能把黑方的这个 八瓶马给吃掉 是啊 走在这里 黑方即使这么顽强啊 但是也很难抵挡 他索性走个 好 先行七 泡八瓶七 希望能够守住这条线 我这个时候走了一个 G二七抓泡 因为这个泡是没法逃开的 如果逃开 我有个G二瓶四叫沙 利用中 还是利用中炮的一个 铁门栓的一个沙法 所以只能这个躲 这个点就没办法了 其实 走了四三 走了马四进三 对 跳马 然后你这样子就把子吃回来 这样 基本上红方应该是一个 盛世的一个局面了 对对对 尤其是冰种好 多冰 还把子吃回来 然后后面给大家再摆一摆 G二瓶四 G四进一 然后他是出了一个将 将五瓶四 我G三瓶四 先开出来 就是退一桌冰 好不行 打G G八瓶去吃冰 这个时候当时 我不太愿意去打马 因为就是冰 如果吃出来 我的阵性稍微有点别扭 所以我选了冰赛品 是先逃开 对 郑特我觉得这盘 其实特别明显 你就是不在于 这个子力的得势 而在于控盘 在于这个看局势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就是从去年吧 你是不只是以棋手的身份 你还要去这个清华大学去读书 是不是去读书 对你这个象棋有一定的影响呢 对对对 因为我在去年2020年9月呢 我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进入了清华大学 在选读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其实在学校呢 其实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同学们跟老师们 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可能对齐呢 也有一些新的理解 现在也在进行一些 在齐上也有一些新的尝试 也是也从全新的角度 来看这个象棋 好好 接下来黑帆走了这个 马八经九 好开 我前居平期 对继续地就跟控盘 他马回去肯定也很苦 对对 对 他有一个马日式登双居的棋 他只能对居 我这个时候先手叫姜 姜 然后真酱 我再加上中泡 等于你又用一个中泡来控盘 然后呢 也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棋 这个马二斤四马 四斤六 这都是沙棋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 对对 一直我就是不吃你的这个子 我就是以控盘 以这个来这个谋得这个吃酱为主 就是证特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 因为我知道很 我们象棋界很多棋手都去读书了 也很多去大学读书 深造 读书期间有没有这个参加一些象棋的比赛 就是这样 我在清华读书期间呢 其实入学几天以后 我就去到这个社团 清华象棋的社团 去跟他们这些同学们进行了一个交流 但是真的是非常适合我的意料 他们的水平都非常高 我当时下了一个一对八的车能战 也是给我制造了很大很大难度 而且我也是发现这些学生们 其实在这个 不论是学习也非常好 而且学棋呢 也是学得非常快 领会得非常快 我也想他们学了很多东西 当然了这个高校的这个学生啊 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啊 这个下棋啊 有有有谋啊 有策略啊 然后就是 而且我知道这个高校啊 就像北大清华这些高校 还有些南开啊 才大家都有一些这个象棋的比赛 尤其近些南 近些年来 还有这些高校之间的这个联赛 友谊赛 所以说也是 很期待更多的这个大学生们 能够来学我们这个传统的象棋 好 那我们继续再给大家 摆一摆你最后的怎么入局啊 帕尔平舞 黑棋是走 黑棋走了一个马三斤四 马三斤四 跳马 这个棋好像不走马三斤四 也没办法了是吗 对 可能要有居三平四对居 对居这儿又有一个跳马 对 因为居三平四 我们也反 红方有一个居六平七 以后在这个马二斤四来登双居 是的 那我要是居七进来对居也不行 你还马二斤四可以有盖上是吧 对对对 这样子也是可以顺便地 把马那个跳进去 对 而且我这个炮我也拦不住你了 我只能马三斤四跳上来 马三斤四 当时呢 因为马跳出来以后 底线就会形成一个弱点 所以当时我就是选择了这个 帅游平六 对 你直接一个出现 先牵制住黑法 这样以后 可以一方面是可以马二斤四登进去 一方面呢 也可以走这个炮五进一 是的 就主要你这个马二斤四太厉害了 他正好不能吃马 吃马这个居六进三是个杀棋 当时走到这局面 黑帮也是认输了 对对对 但是我就在思考 说这到底有没有解救方法 然后我想到了一招 然后我想 但是也不行 但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是有的局面 大家可以考虑 比如说这个棋 我就走一个强行居七瓶四 盯着你这个炮 就是你至少炮五进一是不行了 你炮五进一 我可以居七瓶四将 来保住我这马 这个居就可以走开 对对对 这个会化解是吧 当然大家肯定说了 你这居这个放在巷口里 是吧 那肯定给你白飞了 我飞掉 是吧 这肯定是巷口里白飞 那我正好有一个吃一将 我上来 上将 然后我马四进 我马四进我肯定不行 你垫居什么 马四进三将 我这样有一个可以 对你正好有个垫居 但这里我给大家讲 这个肯定是不能上将 这上将一将 然后这个 这样可以去三进一这样子 你上将我就三平四 你下将我就三进一 这样是一个连杀 对正好你有个居四平七 所以我在想这鸡太巧了 我又来不及吃鸡 一吃鸡这个铁门栓杀气 就关键是这个点 你这个鸡如果不在这里 我就有个居七进四 对对对 当然其实我当时临场 其实看到黑方居七进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特别的巧 就是说我这个居不在这里 我就有一个这么一个 很居入巷口里的一个思路 就是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这个思路吧 也是以此借鉴一下 就是当你出将的时候 你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所以说这个鸡很巧 但是如果当没有这个 居七进四走出来的时候 这个棋就很没办法了 那黑方就基本上就输了 现在也就还是居七进下来不及 还是有个马居四 对 所以走到这里呢 黑方也是只能头子认腹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小巷 孙星浩也是非常的这个 这般整你来下来 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 虽然说我们很多骑手都知道 这个气个兵 吃个马 它是一个很冒风险的气 但他就敢于这么走 但是只是说在布局方面 就是像郑特刚才跟我们说的 他可能在细节上处理不够 比如说有这个GP2桌炮的 积极的走法呀 还有什么炮炮瓶漆 气马呀 这样先气后取这种的 就是说为了你自己的子力的灵活 而适当的时机把这个大子给弃回去 所以说这个这盘棋整体给我的感觉是 一方面是我觉得红方的控盘特别好 还有一方面给我感觉就是说 有时候子力跟这个棋的形式 大局观我们得相互的结合来看 对 有时候过于这个吃子不好 郑特您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有一场比赛 可能也是一个子与四的权衡 其实这一次个人赛呢 这个孙星浩大师发挥非常出色 在前面这个三场比赛里面呢 他是分别淘汰了吹葛 后面是淘汰了这个谢敬跟王天一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小将 能够取得这么样的一个优异成绩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在前面几盘棋呢 我赛前也看到他的棋谱 都是下得非常的积极 而且包括跟王天一 跟谢敬的对局 都是主动寻求战斗 然后呢最后呢也是取得了胜利 其实我们也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小将 真的是觉得他各方面 都是表现得非常好 对 也是 在这个资格人赛当中 对 也是我们这季赛是一匹黑马 对对对 连续淘汰这个冠军级棋手 而且这个今年的个人赛 也是非常的精彩分成 而且就是像这个不只是 王天一特大 还有芬芬那些这些老牌 冠军级棋手都是啊 就是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对对对 有很多年轻的棋手出来了 就像郑特去清华台读书 看到很多大学生 下棋非常优秀一样 我们向棋界呢 也有很多年轻的棋手冒出来了 也是非常感谢 棋友们能够持续地关注 向棋支持 以及能够关注 这些年轻棋手的发展 非常感谢大家 本期节目的收看 谢谢您 那么我们下棋再见 我们下棋再见 好 棋友们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